比较重要的 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死精被啊 来搜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变量 就是默认的这样一个前缀啊 是这样的一个地址 默认的前缀是这样的一个地址 那么我们猜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地方 就是它到时候安装的时候的默认的安装路径呢 会不会就是默认的这样一个安装路径啊 那么如果说大家不好去验证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它本身是不是也有一个man呢 你也可以用man对吧 sorry 这个可能啊 这个还没装啊 还没装就没有man 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个类裤还没有装 所以它的相应的帮助手册 是不是暂时查不到 那么查不到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还有help对不对 还有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帮助 太多了 分行显示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通过来看帮助我就知道了 OK 它的这个通过这样一个前缀参数prefix 表明它要安装的这样一个地址 所以我们在执行这个config的这样一个脚本命令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手动去指定它的这个安装地址 对不对 当然它的默认地址就是在local下面 同样的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你看这又有一个用到什么什么包啊 位置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跟我们刚刚好像看到了一个什么位置 歼佩啊什么的 有点类似 对不对 有点类似 那么我们来在这里为了方便起点 大家可以看 我再带大家去看一下GCC 好 大家看一下 你看GCC在用到了这些类库的时候 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 这种参数来指定它的这些类库所在的地址 当然了 之所以要这样去指定 就是怕什么 这些地址没有加入到系统环境变量的task里面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考到系统的系统目录下面 或者你在系统环境变量里面 给它加上这样一个路径 是不是这些参数我们就不用手中去指定了 对吧 这个是不是也很容易去理解 OK 大概明白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关联方式 我们进到还是进到BMP 我们开始来编它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了 我们是可以去通过这个 Prefix去指定它的这样一个路径的 对不对 用等号去指定它的这样一个路径 但默认路径就是在 USR下面的Local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用默认的吧 偷下来 那么这就是开始来编译了 这个就是我们下面演练的第一步 来编译我们的GMP 来编译我们的GMP 实际上刚开始大家接触都不知道这类裤要干嘛的 对不对 但慢慢的 你看我们就可以在GNU上面 我们刚刚编译了一下GCC 就发现有提示了 有提示我们好奇啊 所以我们就去搜一下GNU上面 原来有这些类裤 他们是干嘛的 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同时把他们原码给下下来了 好 这个就配置好了 配置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make一下 就可以了 对吧 这还是按照常规 大家就注意啊 在配置和make的时候 可能它也会出现arrow 我们就去读那个arrow信息 它可能就会说是什么呢 缺少M4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机器原来原生的是没有M4的 那你就先通过类似的方式把M4给装上 这个过程还好 不算太久 最苦恼的是GCC啊 GCC花的编译时间非常长 我在我机器上比编一个Android的2.3的时间还长 编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这个后面我们都会说的 OK 那我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整个编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错误啊 没有出现什么错误 那么就编好了 编好了之后 那么我们当时就要安装了 对吧 sudo sudo 我们的make install 因为它默认的是要装到我们的user下面的local的文件夹 而那个文件夹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访问的啊 都可以往里头去考东西 所以我们要用sudo啊 OK 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它装到哪了呢 我切换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进入到usr下面的local 然后进到这个logo下面我们看是不是没有没有很特殊的文件夹 那么由于它是个类装 我们猜是不是在lab里面 果然如此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labgmp.a 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静态连接库 这是一个相应的动态连接库 对吧 这也是动态连接库 而且这个颜色我们看一看就看得出来是什么呀 它是不是是一个链连接文件啊 是一个动态连接库的连接文件 那么它真实的动态连接库是这个文件 对不对 真实的动态连接库是这个文件 好 通过这个我们就一目了然 我们已经把lab 把我们的gmp给装炒了 好 我们再切换到刚才那个tty 同理我们是不是就去编我们剩下的 然后我们再去编我们的mpf 同样的 我也是用它的默认的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看一下 它默认的也是local 也是local 这个网上有一些文章写的 其实写的很不好 它它要求我们一定要在后面加这个prefix 去指定它的这个路径 而且它也不说什么原因 实际上它在local下面 实际上是自己去建了一个自定义的文件夹 但是但是其实可以不用啊 其实一般情况下是不用的 但网上我看所有的文章都这么写的 因为都是从一篇文章抄过来的 而且它也不说为什么要去建这样一个文件夹 好 我们在配置过程中没有什么错误 make 因为我是第一次啊 所以我就不用去make clean了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make 你要先执行make clean 为什么要用make clean 我们后面在讲make file的时候会详细地讲到 好 这就是在编 编我们的mpf2 这个稍微也会花个 花个一两分钟吧 根据你的机器速度不一样 而时间长短不一样 ok 搞定了搞定了之后那么我们就 来进行安装 同样的啊 sude make install ok 安装过程也没有出错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ls 大家看是不是多了一些内容了 对吧 多了我们什么呀 lab的mpfr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也可以猜测 在links下面我们的命名规则啊 默认的这些类裤的命名规则 是不是就是lab后面跟上这个 实际的这样一个类裤的名称 再加上什么办法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的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好 mpfr也安装成功了 那我们再来 mpc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有必要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因为在网上 大家去查看所有的文章 都会发现mpc 他都是0.8.0这样一个版本 因为刚才我们从提示来看 实际上 他也是叫我们 只要使用0.8.0之上的这样一个mpc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你们在 10.几的 如ubuntu之后的这个版本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 用那个0.8.0会出现一个错误 会出现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样子呢 我这里 我看我这里有没有 哎呀 没有下了 没有没有考过来 我找一下 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展示 要展示清楚一点 看我还在不在 0.8.1吧 这个0.8.1也可以 9.2点 哇 好慢 机器会慢 今天错误了 一个处理 我们在看一看 它的线 是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143 好 卡过 刚才怎么切到F7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 我们先解压一下 NPC 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配置 这是0.8 NPC的0.8.1这个版本 然后我们再给它进行个make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0.8.1这个版本 在make的时候 它告诉我们有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什么样 第二个错误是什么样 那么首先它告诉我们的一个错误是什么 是跟这个acos.io 这个这个是有关系的 有问题的 那么具体的错误是什么 是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说有什么gmp 什么rnda 没有被声明 这样一个错误 那这个错误有两种解决办法 实际上就是以前的一些老板本的一些遗留问题 包括在不同的在不同的这样一个版本匹配 这样兼容性的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 有两个解决办法 第一 你去更改它的configuration 就更改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gmp这个长量 gmp这个长量改成mpfr这个长量 就用mpfr来取代这一段就行了 这是一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是升级你的mpc版本 去下0.9以后的这个版本就没有问题了 就修正了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mpc怎么去下呢 有的朋友又会来这找 我们来看一下mpc 找不到对不对 那么找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mpc不是一个gnu的项目 这个就很讨厌啊 这三个类裤只有mpc 它不是gnu的类裤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它的官网 当这个官网我已经找到了 我就懒得去再去google了 这个就是它的真正的官网 这是它真正的官网 这个这个mpc 它最开始其实也是起源于gnu的 但是不知道后面后来 为什么就在gnu的官网上面就 就在这个我们刚刚那个软件列表 就找不到它了 找不到它了 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是脱离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这个站点了 可能作用太大了吧 可能作用太大 那然后我们在这里去下载 去下载我们会发现最新的版本 是1.0的这样一个版本 所以我们就把1.0下下来 我们开始用1.0啊 所以我们就不用0.8了 这些这些就是在我们gcc编译过程中 常见的这些问题 最后最后我会集中的进行一个总结 大家到时候啊 也方便大家进行一个查询啊 不然很就有朋友跟我说说 上帝我编了很多次 不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就从来没编成功过啊 好 我们再进入到mpc 1.0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config过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 哎还没有config啊 那么我们我们说一下 怎么去判断你是否已经config了 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完整的 makefile这个文件 目前我这儿是没有的啊 就是不带获取名的这个makefile文件 好我们来config一下 ok成 然后执行make 大家看这次这个make是不是就没出错了 所以 所以大家在ubuntu里面的话 你只要是10点几之后就ubuntu 大家就去下那个mpc的0.9之后的版本就可以了啊 ok 同样的安装 也会默认的给我们装到local下面 好装好了 我们再来check一下 给大家看 他是不是在一点点的增加 又增加了一些东西 对吧 我们找一下我们的mpc 在这儿看到没有 这些mpc也有了 好 那么至此 这三个我们重要的类裤 一二三 他们都已经装好了 都已经装好了 那么装好了之后 我们下面是不是就要去编我们的gcc了 在编gcc的时候 大家也特别容易遇到问题 也特别容易遇到问题 这个待会我会集中来说一下 我们先来编一下gcc 那么这里说一下 在官方来说的话 他建议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呢 他建议我们 是在 他的统计目录 就在这个gcc本身目录之外 再去建一个gcc的空目录 去建一个这样的一个空目录 比方叫gcc build 然后你进到gcc build 这个空目录里面去编译 怎么去编呢 就是上级目录 下面的gcc4.7.1 后面再执行我们的configure 这样的一个命令 当然你不用这样子也可以 不这样子也可以 然后你完全可以什么呢 可以直接进入到gcc那里面去 也可以 这个两种方式都行 不是说必须要这样子 但网上有些文章就写的不清不楚的 但这样子会有一些好处 OK建立好了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执行一下make 这个make的过程就非常长了 这个过程 反正我i7的机器编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睡睡觉啊 偷偷懒 那么这里的话我就不偷懒了 因为我们一边让它编 另外一边我给大家看 我已经编好了的 顺便顺便我补充一点啊 我们不是在local local lab有那些 有我们刚刚的这些内裤吗 同样的在include里面 是不是就会有我们的投文件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投文件也都在 对吧 了解就行了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GCC4.7.1.build是我编好了的 就编编好了的 编好了的我们要去安装它 也是同理了 用making stone 这样的过程 这里我就 我就不去展示了 因为这个过程也非常的长 也非常的长 好 先退出 最后我完全编译好了 安装好了的这个GCC 我给它起了一个单独的文件夹 在这里 GCC4.7.1 在这里头有个bing文件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编出来的一系列的工具 所以说GCC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这样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GCC 所以我把它编译了 请译击 这个简单的GCC 是一个简单的GCC 这简单的GCC 就是一个简单的GCC